大家好 我上次做了藕粉 很多人問我剩下的藕渣怎麼辦 現在用它來做藕圓 這是藕渣 很乾 加的是甜菜水 讓它有點顏色 看起來漂亮 好看啊 非常漂亮 這是藕渣加的甜菜水 加一點糯米粉 玉米澱粉 加兩勺 這個沒確定的數 你要看一下 看一下 能做成球形就行 這可以 能團成球 一勺鹽 讓它有點味道 根據自己口味加鹽 用這個加一下 然後再用手把它鑽實一點 這樣它每個球都是一樣的大小 要不然有大有小 不好看 這個很快 一共有兩球 一球做彩色的 一球做白色的 倒一點牛奶 不用多 加兩勺糖 這個做甜的 加兩勺 三勺 三勺 三勺玉米澱粉 再加一些糯米粉 同樣的方法 都做成圓子 這就很均勻 每一個都同樣大 像雞蛋黃一樣大 不是很大 兩種顏色 兩種口味的都做好了 可以油炸藕原 也可以紅燒藕原 今天我做水煮藕原 動一動 讓它攥起來 然後再煮 先煮這個白色的 推一下 別讓它沉底 開大火 讓它開起來 兩種顏色 這個是紅的 這是白的 看你喜歡吃哪個 一個甜 一個鹹的 等它飄起來 有飄起來的了 動一動 飄起來以後再煮一煮 撈入冷水盆中 動一動水 還是要動一動水 然後把這個 彩色的放進來 有點像湯圓 但是沒有餡 含糖量也不高 吃完了容易消化 全飄起來了 全飄起以後再煮一兩分鐘 這個 撈在一起 吃的時候就 都撈在兩身裡 這是上次做的藕粉 加入冷水把它攪開 慢慢的倒進來 我要調稀一點的 不要太乾 正好 這個濃稠度正好 直接用開水往碗裡沖 有的時候不均勻 這樣就非常均勻 看 這是糖桂花 我用它來調一下味道 喜歡吃甜的就放白的 兩個粉色的 再淋上一點桂花蜜 這是鹹口味的 我媽喜歡吃鹹的 哪個是鹹的 這鹹的 這個甜的 那我吃的鹹的 還是甜的 還甜的好 我說甜的好 你要吃鹹的 謝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我的視頻 請您給我點個讚 若您點擊上方的凡人趣日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第一時間看見我分享的視頻 我們下次見